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抓一只鸟的背后 得有多少鸟死在网上 有人拿两百万来买我 就要杀了我 野生动物 你别动 快 我眼睁着看着那鸟就跟网上死在网上 我也不是英雄 回家了 我叫刘亦丹 是亦丹野保特工队的队长 做野生动物保护已经六年了 一开始我是买鸟放生 忽然间有一天 有一个鸟饭的 就跟我说 他说你放这些鸟 那真是冰山上一角 他这一句话 就把我彻底给打醒了 他弄的这个东西 他全国各地发货 这整个是一个中转站 这个疫情 大家都知道 跟野生动物有关 鸟的尸体 鸟的爪子这么多 还有很多人 不顾一切的 还在抓 在吃 在贩卖 没有停止 这个是这次国家特别英明 疫情全面进野 去养的也不让你去养了 也不让你卖的 因为没有办法鉴定 这个野生动物是养植的还是野生的 我们从网上能解救下来 这些野生动物 我就觉得这一天没有白活 质疑的声音就是好像我们 骗钱了 什么话都有说的 不怕质疑 只要我们做得正 走 这国家二级的 这是红笋 这个得抓人 这是干净 哎 捕鸟的太常见了 特意种的树 一行一行 就为了抓鸟 哎呀 这个渴了 看看这个渴了 是谁家的 不知道 不知道谁 别说了别说了 别说了 你不用在外面带着了 这个就坐家里去 鲸鱼带着去 哎呀 我上哪里带着 我不需要你还 我就是这么 这么一点一点的打出来的 有人公开说什么 拿两百万来买我 他弄死我了 他以为像野生动物 那么好弄死对吧 我父亲就是老兵 感觉自己的骨子里 就有一种军人的噱头 从来就没有怕过 这个就是我的老父亲 很帅的 开个会 快开个会 有的时候 我们突然间写的那个东西 连我们自己都接受不了 那是你善良 你不想那么善良 不是我善良 因为我这个团队 我要带出来的就是要善良 因为我们是一点点宣传 那么这些果农 他就是为了自己的果子 所以我们给他一个机会 希望用这种爱 然后让果农来改变他们那种意思 不是我们前脚走了 就被骂的狗血喷头 一定要做好这个 这个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宣传 你不能先 我还没宣传 我抓着一个都给关在监狱里 我觉得那是有点残忍 通过我们的举报 很多地方都出台了纪念旗和纪念旗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价值的 他们就觉得 哎呀 我们就没有那种意志 所以能坚持那么多年没有改变 女人有那种意志 就是说只要想干下去 就一定能干下去 而且越做越远 越做越大 如果男人去做这个事 可能冲突可能要比我们女人做还要多 这种意志 沙儿经常跟我说 跟着我走 吃了上炖 没下炖 就是说我们吃饭是不及时的 哎呀 很多很多志愿者都跟着我都饿跑了 他们说这实在是受不了 就是有东西吃就很好了一点 一点不讲究 有时候累到想哭 一个月抽两万块钱很不容易 就很难抽 就以前可能容易一点 但是现在就很难 然后他手不是受那个 因为翻冰箱导致的风湿 让他去看医生他不愿意去 就不想花钱嘛 舍不得花钱 就希望把这些钱都用在野宝上面 整个工艺圈的话 其实都相对来说比较小众 然后环保更是工艺圈里面的小众的小众 因为像一般人他会理解说 你扶贫他懂 助学他懂 就都是对人的嘛 但是你说野生动物他们就不懂 比如你为什么要保护野生动物啊 有什么用啊 就他们很难理解去 理解这个保护生态它是有什么意义 各个省都出来这么多的志愿者 真的他看到我们的司机啊 策反的这个就是被我们抓了 抓了以后被判刑了 出来就改了 就做志愿者了 很多的志愿者过去就做这个 人真的没有好坏之分 坏人也会变成好人 大嘴跟大嘴放一起 全部都是千锡的候鸟 看看一笼子一笼子的 回来你这笼子全都收走 销毁了就行了砸了 不能让他再搞了 今天就是你们最好的日子啊 你们今天就要回家了 女儿们 你们要赶上最后一班末班车 回到你们的亲人身边啊 回家了啊 走了 志愿者存在的价值就是能保护 应该保护的这些生命 那这样子很好 才能保护的那种 店里面 店里面 如果朋友们就知道 田地尥 爹 但